又馮瑩瑩、何依婷 著名魔術師 殷澤權主持的魔法嘉莉略 在2月2日首獲 主持人和一群藝人嘉賓 共同揭備魔術背後的科學原理 這集找到黎諾依、陳敏芝 陸浩銘和波波、王正銘 分組大玩魔術遊戲 不過波波就被指是大腦黑洞 令諾依、敏芝這組贏面大爭 其實他是很強的 他是最強的大腦黑洞 把所有科學都反轉了 今天贏了些什麼我一定分給你 真的嗎? 當然啦 好啊 不好的 那我放心 我也給你 謝謝你問我 我們三個分了 沒有所謂 怎麼看呢 每個波波都覺得你是智慧黑 我覺得我是 可能思想和大家不是太一致 我拍的這個 是啦 但是 你和我拍了那麼久 你會carry我的 拍了好幾年以前做節目 就發覺這個真的很難carry 剛才跟我說 畢業學位畢業 你這個學位買回來 我真的不一樣 我努力讀的 敏芝和六號不是第一次跟Louis Yen合作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參透到 一點點Louis的魔術竅門呢 真的不知道 因為魔術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秘密 真的不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每次都很想問Louis 說來聽聽 都會不出聲 因為這個就是神秘 沒錯 這個秘密是一輩子都不可以告訴你 是 其實之前我和Louis Yen有拍過 《街頭魔法王》 那時候很好玩的 他有沒有跟你說 他沒有的 我們就算做主持也不太知道 我們負責什麼呢 就拉觀眾進來看 其實我們的身份雖然是主持 但是好像街坊和觀眾一樣 一起猜一份 是呀 出街那些變的那些很難的 還有今天我看他剛才打球的 我覺得很厲害 他完全不看 猜到那些球的顏色是怎樣爆發的 除了有超能力之外 我已經解釋不了了 後視也控制了你選擇的次序 這個是很難的 還有預示啊 那張紙還在 你還貼著那張紙嗎 他叫我帶著嘛 他也沒有叫我扔 他的八字 金木水火土 他是黑藍銀金 他那個八字是 是呀 很厲害 他還可以預示到 最後一個球 球一爆了之後 他就有一張這樣的紙出來 真的很厲害 對魔術頗有研究的樂意 除了有不少魔術表演的經驗之外 他私底下都會教兒子玩小魔術 教兒子玩 都是教兒子 就是學回來的 全部都 他現在喜歡玩的 是開心的 有時可能新學一些 都會馬上回去跟兒子試試 今天那些太深了 剛才不是 我學了信封那個 是嗎 信封 是… 可以試 找個刺子筒 然後搞定 這個可以 我先騙我老婆 沒錯 老婆要騙一點 兒子會勝利 然後騙我兒子 兒子應該可以 我想怎樣騙我老婆 可能把鑽石戒接給他 這麼好 這樣不介意讓你騙他 還記得當年瑩瑩用小學雞魔術 出戰華者 現在搖身一變成魔術節目主持 大家都稱讚他成長不少 不過6號對瑩瑩當年的魔術表演 印象難忘 你應該是剪一隻蝦 你看他這樣 是啊 他是魔術之鬼 因為那一年在雲頂參加華者的時候 他的表演是唯一一個失手的講者 是嗎? 很好看 他把鑽石戒掉到地上 然後一放火真的燒著了 是啊 OK啊 但很適合他的性格 很適合他 其實是不是特別的 你記得他一輩子 這樣出圍 出圍 出圍了一輩子 挺聰明的 他在那一年華者拿了什麼呢 友誼小姐獎 是沒有入三甲的 他是聰明的 聰明的 他全都計算了 全都計算了 輸了魔術 贏了友誼 而且他拿了剛才飛褲的道具出來 是啊 炸彈了我嘛